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逐利平安 特别的感谢上帝 今天是一年一次的圣月主日 刚才我们师班的弟兄姐妹们 向神献上《你真伟大》这首诗歌 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 来春颂歌唱这位伟大的上帝 而这位伟大的神 祂爱我们 祂竟然酷念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我们是何等的友福 特别的感恩 让我们一起向这位神献上感恩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伟大奇妙的创造 是你创造了宇宙万物 也是你布设了新宿 和所有一切宇宙的万物 让我们在其中可以享受你一切的美好 我们也感谢你造了我们 并在你的爱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 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我们是何等的友福 主啊 今天你的儿女们回到你的身宝座前 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 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 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好让我们进入真理 明满真道 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的认识你 敬畏你 神啊 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 我们谢谢你 垂提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的讲道是出埃及经系列第九讲 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特别地感谢上帝 圣地不但拣选我们拯救我们 他还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他要让我们与他同工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 在前面一讲我们说到 以色列人他们照着神的心意 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礼物给神 要做一件事 就是建造圣所 建造神的会晤 当时以色列人刚刚的脱离埃及的奴隶生活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跟随上帝来到了西奈旷野 就在西奈山那里 以耶和华上帝立约 他们就在那里成为上帝的子民 然后这帮百姓呢 他们就听从上帝的话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愿意把他们各种的珍宝 礼物就是金银铜 还有宝石 玛瑙献出来 给上帝来使用 做什么呢 就是建造会晤 大家都还记得 那么他们愿意把珍贵的礼物 奉献出来给那一位看不见的神 这说明一件事 他们愿意放弃 属于自己的最宝贵的东西 然后不要得着上帝的喜悦 这就是上帝所要的人 也是今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 我们的这些神的儿女基督徒 要学习的美好的榜样 我们还记得 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奉献礼物的场面 非常的感人 而且是整个以色列 他们请其所有 甘心乐意的奉献 有人就用哥林多后书的话 来称赞他们 是这样说的 他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界 因为他们不是顾念眼睛所看得见的 那是顾念那眼睛看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是短暂的 是要过去的 但是看不见的 那才是永恒的 永远的 是永存的 他们是有福的名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从出埃及记 要会看到一件事 被圣地拯救出来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不仅仅乐意奉献 他们还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的财感 他们各尽其能来侍奉神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人建造会部的这件事情 对于今天 咱愿意投身神的教会 建造神的教会的基督徒 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以色列人 他们生命的奉献 成为一个实际的行动 成为一个团体的见证 不仅荣耀了上帝 而且蒙上帝大大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今天是从两个方面来看 神如何呼召人来侍奉他 第一个方面就是神提名 招人来侍奉他 在《书爱纪记》三十一章一到二节 还有第六节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看哪 犹大支派中 霍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 比萨列 我已经其他的名招他 我分派弹支派中 亚西三末的儿子 亚和利亚伯 以他同工 凡是心里面有智慧的人 我更使他们有智慧 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事情 这是摩西第六次上西奈山 在神面前的第一个四十周夜 他领受神给他的启示 神就把建造会墓的具体的事项 就告诉了摩西 并且跟摩西说 他提名招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 来制作会墓 还有其中一切的圣器名 那我们回到第三章 大家都还记得 圣地耶和华上帝亲自的呼召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来侍奉他 第三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在这山上要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可见在以色列 在出埃及记 侍奉神是出埃及整一卷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上帝要属于他的子民 不是侍奉世界 不是侍奉世界的王 乃是单单地侍奉他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主题 但是法老却不愿意 世界是不愿意放我们走的 法老就硬着心肠 百般地拦阻 以色列人不准他们去侍奉耶和华 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 才会看到耶和华上帝 施行十大成神迹奇事 他伸手攻击埃及 迫使法老释放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 去跟随上帝 去侍奉上帝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能够抗计上帝的正义 即使是大有权势的君王 埃及的法老 是那么的强势 那么的强大 他也必须向上帝臣服 最终法老就答应了摩西 释放全体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离开了埃及 我们读到十九章的时候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到达西奈山 那么神在第三章 呼召摩西和以色列百姓 去侍奉他的这件事 就被应验了 就被神成就了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 神拯救人就是要来侍奉他 神要人与他同工 神既然说了这样的话 他总要成就他所说的话 上帝是一位信使的神 并且他是成就运许的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就像出埃及的 以色列人一样 神救赎我们 不是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过得很好 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不是神拯救我们最终的终极目的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家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带领我们 离开世界的这个活法 不活在世界的价值标准当中 而是回到神面前 以神联合 以圣地的标准 以圣经的教导 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 来见证他 来彰显他 来荣耀他 让世人看到他所拣选 他所侍奉他的人 是不一样的一群子民 所以使徒保罗 他恳切地劝诫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来看 罗马书12章1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感谢上帝 是的 我们要回应神 来侍奉神 因为圣地的信实 永不改变 祂给人的运许 从不落空 神说过的话 祂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 用祂适当的方式来实现 这一点确定无疑 神在出埃及记 31章对摩西说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到35章就应验了 在35章的时候 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 犹大支派当中 霍尔的孙子 乌里的儿子比赛列 耶和华已经提名 其他的名招他了 然后耶和华又使他和 但支派中 亚西桑默的儿子 亚和利亚伯 心里灵敏 能够教导人 主爱基基让我们看到 上帝是如何的信使 而这位信使的神 又是如何的做事 神吩咐摩西来建造圣索 不仅把建造的样式 还有细节 一一地告诉了摩西 他还为摩西 预备了圣索 所需要的各样的材料 各样的礼物 没有缺乏 而且还复复有余 还有 上帝还为摩西 预备了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看到 上帝是如何做事的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上帝呼召人来侍奉他 他已经在各个方面 早就有预备 这位神像不像一位 慈爱的父亲 他时时处处为他的儿女 来考虑来招想 他为我们安排好一切 又周到又详细 我们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 会目的材料 不是以色列人奉献的吗 怎么是神预备的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问题 就可以更加地认识 神如何做事 让我们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我们回到耶和华上帝 呼召摩西的情景 我们再读神对摩西说的话 我们就不能 不难知道 很容易我们就知道了 神早就为惠幕的建造 预备了各样的礼物和材料 我们来读 埃及人的财务夺去了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夜 是第一个一月间 上帝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他们向埃及人要什么 埃及人就给什么 埃及人包括他们赶快地离开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埃及每一个家庭的长子 包括法老的长子都被上帝击杀 埃及人面对可怕的死亡 他们宁愿把财务给以色列人 让他们快快离开 他们好保存自己的性命 得以存活 于是到了十二章 这是第三章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的话 到了十二章 上帝的话就应验了 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话 就这样子去做 他们就向埃及人去用金器 引起了衣裳 耶和华就叫他的百姓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一切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务都夺去了 可见这是上帝预备的礼物 让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耶和华神 让以色列人真实地经历到 他丰盛的音点 让他们带着丰丰富的礼物 离开世界 单单地来侍奉他 这是多么美好 这是多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以色列人奉献的礼物 是属于神的 是神早就为他们预备的 后来百姓乐意奉献出来 用这些作为礼物 来建造神的圣殿 这一出一进 就表明了 神向百姓的心意和恩典 也表明百姓对神的心意和适合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是同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 一切 从表面上看 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 是我的 实际上并不是 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乃是神以各样的方式 把财物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合理地使用 是让我们暂时地来管理 将来并不属于我们 所以我们要乐意地 奉献给神来使用 这是神所喜悦的 如此是否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 是这样说的 万有都是本于他 都是依靠他 也都是归于他 他就是那位创造已作万物的耶稣基督 一切都属于他 所以今天神不找我们来侍奉他 来建造永生神的教会 神他必然会为我们预备 一切所需要的 不会有缺乏 我们不必担心 我们更不需要惧怕 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 是这样说的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 在基督耶稣里面 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都充充足足 没有缺乏 也不会有缺乏 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神不但其名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他还赐人智慧来侍奉他 侍奉上帝是要有智慧的 是从神而来的智慧 那有人可能会说 我也想服侍神 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和才干 人又不够聪明 神不要我侍奉他吗 我怎么侍奉神呢 神说了他会赐人智慧来服侍他 愿意服侍他的人 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呢 是神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来读经文 耶和华使他们的心难有智慧 能做各样的 无论是雕刻的功 巧匠的功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码 绣花的功 他们都能做 也能想出稀巧的功 接下来 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 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 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 叫他知道所作圣 都照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功 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 并且受前来做这功的 摩西把他们和比萨列 并亚和利亚伯 一同招来 看来是许多人的侍奉 神让摩西组建了一支 建造会晤的侍奉团队 这是团队的侍奉 我们发现 神亲自的呼召摩西来侍奉他 但是神却没有直接的呼召 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 那他们两个是怎么出来侍奉的呢 是神是通过领袖摩西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宣告神对他们的呼召 让他们各有分工 神用过程的方式来呼召人 神就让比萨列来负责整个会部的功臣 让亚和利亚伯做他的助手 同时神还感动了很多的人前来侍奉 以他们一起同工 神兴起了团队侍奉 团队当中的每个人都必不可少 所以我们看见一幅神人同工的画面 这是非常美的一幅画 神吩咐人制作会部圣索 他是总设计师 他从会部的样式 材料的显取 还有预备摆设的位置 都有要求和规定 包括他还负责召集人才 来制作各样的具体安排 他还赐给人智慧 来做所有他要求做的事情 动物的奇妙 我们的这位神 是掌管一切的神 是安排一切的神 我们也看到神卷选的人 不论以什么方式进入到建造会部的团队前来做工 都是神在其中动工 神在其中指派 神在其中带领 而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部呢 他们不是凭着他们人的能力来做事情 他们也不是孤军奋战 他们是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带领 这是圣地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 也就是像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建造会部是一样的 我们所建造的教会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 而我们是教会的身体 我们是在元首基督的带领之下 组成团队 委身给神来服侍 那当我们委身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以基督与我们的头连接在一起 感谢上帝 我们当中 有人可能是神亲自呼召出来侍奉的 有人可能是通过神的仆人 比如说牧师传道人邀请来的 或者是教会领袖邀请加入的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他心里面受感动 主动自己来服侍的 虽然神呼召人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所侍奉的却是同一位神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所建造的圣所也是同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是永生神的家 那我们侍奉的对象也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独一的真神上帝 感谢上帝 今天会谋的建造 象征了教会的建造 神在这里 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与神同工 而与神同工 也是以色列人 在建造会谋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基督徒在建造过程当中 也是建造我们自己属于的生命 其中有三个原则 那第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完全地顺服神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标志 跟随神 侍奉神的人 要懂得降服于神 就是不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 去做上帝的工作 去做神的事 而是要照上帝的心意 顺服他 去做神的事 那以色列人是如何顺服神的呢 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会留意到一个细节 比萨列他是来自犹大支派 亚和利亚伯他是来自弹支派 他们都是普通的人 但是神却提名 招他们两个出来侍奉他 当摩西把制作会谋的重任 交给这两个普普通通的人的时候 他们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推辞 他们没有说不行我做不了这个事 他们是完全地顺服 他们勇敢地来接受神所托付他们的这个重任 和这个使命 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为神建造会墓是使物前例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却愿意顺服神 而当他们顺服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得以通行 神的工作就被建造起来了 是不是很奇妙 我们的顺服可以让上帝的工作可以建立起来 可以让上帝的旨意得以通行 所以神就指派比萨列担任整个会谋的总督党 而亚和利亚伯呢做他的副手 我们发现从出埃及记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连续四章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一句话 就是没有记载说他们两个人说过一句话 他们没有说话 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在那里为神忙碌地做过 比萨列呢他带领整个团队 投入到会幕的建造工作当中 他们认真努力 他们全力以赴 认认真真的去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每一件事情 事无继续他们的用心地去做 这正是神所喜悦 而且神正在寻找的人 也是神要大大使用的人 感谢赞美主 那当会幕完工之后呢 我们又再一次发现 再没有看到他们两个的身影 也没有记到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们虔诚顺服着心 他们忠心地侍奉 被神纪念 也被神悦拿 他们完成了整个会幕的制作工作 就退到了后面 但是他们所做的工 却祝福了全以色列 这两个人的名字被记在圣经上 流传了三千多年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读到他们的 事奉的工作 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存到永远 当然还有很多以色列人 他们也参与了会幕的建造工作 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圣经里面 但是神一样地纪念他们 神一样地赐福给他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不招我们在教会侍奉他 我们不容推辞 我们要顺服神 接受他给我们的侍奉的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来侍奉他 当然侍奉神是有挑战的 有的时候并不轻松 甚至要面对压力 还有困难 要学习舍计 要学习放下 而且还要谦卑顺服 这就是神要得着的人 神要让我们让他牺牲会 这些都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我们如果侍奉神 神就会帮助我们 就像神帮助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所以神要让我们与他同工 因为他要祝福教会 他要祝福我们 诗篇一百篇二节是这样说 是这样鼓励我们 你们能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我们能熟悉这节经文 而约书亚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更是熟悉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是的 我们要来侍奉神 而主耶稣呢 对跟从他 服侍他的人 也有这样的允许 主是这样允许 跟随他 侍奉他的人 他说我们一起来念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是何等的ending 神尊重服侍 主耶稣基督的人 感谢神 第二个原则呢 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 来做事 主耶稣基督三十九章 三十二节是这样说 账目就是会幕 一切的工作 就这样做完了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当初参议制作会幕的 以色列人 他们不仅仅是顺服神 他们顺服神之后 他们还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话 就是照着上帝的标准来做 在《出埃及记》最后的两章 三十九章四十章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一句话出现了十五次 这就说明 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照着神的心意 照着神在山上 启示给摩西的样式来做的 这是神所吩咐的 也是神所要求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思想一个问题 会幕的制作 是有很多细节和要求的 对不对 每一样都照着神的标准来完成 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旷野里面 条件非常地有限 这必须是整个侍奉团队 他们全然都要照着神的样式来做 所以这是团队侍奉所接出来的 美好的果子 可见由比萨列负责完成的 这项工作是以神为中心的 是神所希望的样式 不是以人为中心 而以我们小组为中心 而以那个领袖为中心 不是以人为中心 不是人所希望的样式 是神所希望的样式 那是天上的样式 所以他们所制作的整个会幕 没有走样 完全合神心意 今天我们建造神的教会 也要遵守这个属灵的原则 包括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也要遵守圣经的原则 要回到圣经照着神的话音 照着神的心意 照着神的标准来建造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约会是神像摩西启示的 会晤当中的第一件物品 这就说明约会是最重要的 释放在知圣所里面 唯一的圣经 是神与人相遇 神与人说话的地方 这个约会呢 其中有四个金环 是要安在贵的四角上 这边两个环 那边两个环 有圣经学者发现 四个金环安在贵的四角上 这种设计不合理 会导致重心不稳 不方便扛台和搬运约会 大家观察一下看 是不是这样 在人看来 金环安在贵的四角上 是不合理的设计 但是神却特地地这样设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还有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发现 这个设计不合理吗 应该不是 制作会幕的以色列人 都是智慧人 他们都是以色列中 最聪明能干的 能功强将 每个人都有一手绝活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金环的位置 设计得不合理 但是不合理 他们却按着不合理的来设计 那说明一件事 他们顺服什么 这些能功强将 没有一个人发表意见 他们放下了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不按自己的标准来制作 会幕的一切 一切所需 包括约会 包括金环的位置 他们完全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做事 是照着神在山上所启示的样式 一丝不苟地完成金环的安放工作 可见当人的意志 降服于神的意志 而当神的意志 高过人的主见 想法 看法和经验的时候 神的工作才能够圆满地完成 这样的工作才是神所圆满的工作 而这是永不改变的圣经原则 大家请看这两幅图 这两个示意图 左边的约会的金环位置 就是刚才那一幅 它安在四角上 是比较接近山上的样式 而右边的示意图 金环的位置是靠上面 不是安在四角上 右边的约会是怎么研制出来的呢 这是耶路撒冷圣殿研究所制作出来的 这个约会是准备放到将来重建的圣殿当中 圣经学者对比这两幅图 他们发现 右边的约会看上去设计很合理 抬起来比较方便 但其实并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制作的 他们没有把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 而是安在上面 这个制作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难道他们没有读圣经吗 右边的约会是根据权威拉比解释的 他勒木制作出来的 非常可惜 今天犹太教重视权威拉比的解释 就是那个法典 他勒木过于重视圣经 以至于他们高举拉比 故意高举神 从古道经 包括基督教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间教会 只要看重人的权威 故意看重神的话语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偏离上帝的心意 偏离了上帝的标准 这个细节呢 就提醒我们今天建造教会 事奉神要非常地谨慎 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事 我们要顺服神 故意顺服人 我们要高举基督 胜过高举人 今天我们从约会 精环安放位置 这个小小的环节可以看到 人在神的面前 必须要谦卑放下自己 不要坚持个人的意见 我们要让神积首位 这样神的旨意 才能够畅通无阻 神的工作才能够被建造起来 这样的侍奉 对于神来说是 极为宝贵的侍奉 不是做人的事 我们乃是做神的事 当初以色列人 包括摩西不一定明白 精环安放的位置 所代表的真正意义 但是今天活在今天新约的人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必须要知道 约会被高高举取的时候 当祭司把约会举起来的时候 是要叫所有的人 只注目约会 只注目耶稣基督 因为神要人 单单地仰望神 好让世人 不介意人 只介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求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 可以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 感谢赞美神 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 我们侍奉神 是要依靠圣灵来做事 与神同工 必须要依靠神 就是神的灵 不是依靠自己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这样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比萨列和亚伯利亚和 就是很好的例子 耶和华对摩西说 独立的儿子比萨列 我已经齐他的名召他 我也以我的灵 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可以做各样的功能 而上帝耶和华又使亚和利亚伯 心里灵明 能教导人 被圣灵充满的人 可以依靠圣灵做事 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比萨列他依靠圣灵 他就有从上头来的智慧 圣灵就可以使他做各样的巧功 亚和利亚伯依靠圣灵 他心里面就有灵明 神的灵在他里面 他就会雕刻 绣花 他还有教导人的恩赐 他就可以教导那些 心里被感 受到感动 前来做工的以色列人 他可以培训他们 来制作会部里面的 那些圣器皿和各样的功能 所以是圣灵充满人的时候 教导人去做神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侍奉神 圣灵也一样的会帮助我们 使得保罗 教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好让我们被上帝 被基督的爱所充满 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外游者 所充满的 所以我们要大大的张头 向神求 我们要邀请圣灵来带领我们 我们要邀请圣灵来帮助我们 圣灵会把神的爱 丰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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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浇灌在我们身上 带给我们喜乐满足 来服侍上帝 带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来为神做事 而且还会帮助我们在 不但在侍奉上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在方方面面 都靠圣灵来做事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可以经历的事情 今年我们上门徒课 有一位门徒分享他 在教会师父的经历 他说 以前凭自己个人的热心来服侍 依靠的是自己 依靠的不是圣灵 所以他说服侍得很辛苦 后来他当时呢 他说他在主日崇拜 他带领诗歌敬拜赞美 但是呢 他放不开自己 他说带领的不好 因为他关注的是人 不是神 他也曾经在主日学教导儿童 照他的话说 他觉得很糟糕 因为他用人的方式 来教导孩子 效果不好 后来呢 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大的单转 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他谦卑地奔向他自己 他开始迫切地寻求圣灵的帮助 寻求圣灵的带领 没过多长时间 他惊奇地发现一件事 就是他自己在教会的服饰呢 跟以前不一样了 圣灵呢 使他经历到与神同工的那种甘铁 他就越侍奉 心里越喜乐 他越侍奉呢 神越多的恩赐就加给他 虽然他平时的工作非常的忙碌 但是神就会让他能够安排出更多的时间 可以在家里面读圣经 还可以参加茶经班 可以学习神的话语 而且还可以参与教会更多的施工 这是他从前没有经历过的 现在呢 他带领诗歌敬拜赞美 他说他是用灵来歌唱 所以他没有感觉到压力 每一次都很放松 很享受 现在他心里面因为有圣灵 带给他神的爱 所以他在教导主日学的儿童们的时候 孩子们惧怕的是神的威严 而不是人的严厉 这让他好开心 除此之外呢 他说神还给他以前没有的几种恩赐 他有了管理的恩赐 他还有传福音的恩赐 他甚至现在还有带小组的恩赐 他特别提到一个神与他的恩赐 他说他是在中文教会 但是他的中文不好 他会听中文 也会简单地读写表达 但是他写中文是不流畅的 那有一次他很想读圣经 他就打开他的中文圣经 结果呢却没有办法读下去 因为很多字他都不懂 然后呢他关上圣经 他就开始流眼泪 他特别地沮丧 特别地伤心 想读圣的话 却读不懂那个中文字 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 求上帝帮助他 求神帮助他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呢 他就鼓起勇气打开圣经 原来是翻到同一卷书 这一次他竟然把这一卷书 五张内容一口气就读完了 他非常的惊奇 他发现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 而且圣灵在带领他 不仅能够读懂里面的中文字 而且能够读懂里面的内容 这让他经历到圣灵的大能 和神赐给他的智慧 这跟一号他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感谢赞美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 而那一次经历之后呢 圣灵不仅让他能够读懂中文 还给他写诗的恩字 这是他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 也不可能做到的事 现在竟然可以做到 除了上帝的工作 除了圣灵的大能 没有人能够解释 所以我相信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 神要使用你 你来侍奉他 你把自己献上给他 让圣灵充满你 让圣灵来教会你 让圣灵来带领你 使用你 虽然我们和当时的 以色列人一样 都还很不完全 但是呢 在利比书三章十六节 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神有办法让我们变得更加完全 只是我们要愿意 把自己交给上帝而使用 我们要甘心乐意地 献上自己 摆上自己的所能 神必然加添我们的步子 可以让我们在各样的 事奉岗位上 都能够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是神所愿意的 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 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就是与神同工 侍奉神的人 要掌握三个原则 第一就是 我们要顺服神的生命 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就是放下自我 高举基督 人就可以看见 基督在我们的身上 彰显他的工作 而不是彰显人的工作 第二我们要照着 神的旨意来做事 这样神的旨意 就能够畅通无阻 神的工作就可以被建立起来 我们就没有成为 拦阻神的人 而是成为加入其中 侍奉神 建造神工作的人 另外我们还要乐意 圣灵来充满我们 好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 为主做工 可以容神一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的心意非常清楚 神要使用我们 也要借着我们来兴望福音 来建造神的教会 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 还有家庭 祈求神来使用我们 以愿神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祢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感谢祢呼召我们来服侍祢 感谢祢给我们 师奉的机会 来建造祢的教会 主啊 我们祈求祢的圣灵 赐给我们 师奉的热心和爱心 也祈求祢赐给我们 智慧和能力 并为我们预备充足的资源 求主帮助我们 建造同心侍奉的团队 好让我们能够与神 同工同行 感谢赞美你 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